好 同学们 我们接着来讲 史都亚学派与意约学说之间的关系 就在哲学史上 把意约问题作为一个核心问题 作为于德性或者说道德 完全融合着一起讲的学派 是史都亚学派 史都亚学派是 是布拉图和亚历史都德之后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派 它从公元前四世纪 一直延续到公元二世纪 整整六百多年 而此后西方思想 仍然说史都亚学派的影响 奥古斯丁 斯宾诺沙 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那些思想家们 像亚当斯密 都说史都亚学派很深的影响 那么这个影响里面 最核心的问题就是 道德 道德与意愿的关系 那史都亚学派讲意愿呢 跟布拉图 亚历史都德讲意愿是不一样的 我们刚才讲到 亚历史都德和布拉图 讲意愿的时候 认为是讲一个理性的问题 所以他没办法 把理性和意愿分开 但是我们要知道 意愿它如果只是理性 它就不需要作为一个独立的 这一个原则 把意愿作为一个独立的 主体属性呈现出来 是因为意愿本身 它不只是理性 大家要注意啊 它不只是理性 不等于说它不包含理性 所以你不能把这个 Faruntas 意证什么的 意志 因为意志它是非理性 但意愿不是非理性 你跟一个女孩子结婚 你说你非理性的跟她结婚 那是啥意思 那你怎么着 你今天把我结婚了 明天就把我抛弃掉了 所以把它意证意愿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包含理性 但是不只是理性 那么史都亚学派 从哪个角度来讲 这一个意愿呢 它是从知觉的角度来讲 是从印象的角度来讲 它说我们一个人 生活的好不好 生活的自由不自由 跟你的自我印象是相关的 也就是说 你把自己看成是什么样的人 你是从什么角度来认识你自己 这个史都亚学派会说 你要意识到自己是个幸福的人 你想要生活的好 你就必须绝对独立 必须绝对独立 绝对独立是从哪里发出来的 理性能不能绝对独立 就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对史都亚学派的 一个绝对独立的人 是建立他的意愿的人 就是说你意愿什么 你说意愿到的东西 不被任何人可以剥夺 不被任何外面的强力 强权是剥夺 那个绝对主体就成罪了 所以意愿 这个史都亚学派说 是一个绝对主体的所罪之处 就是我们的所有东西都会被剥夺的 伊比克戴德 这一个他的哲学谈话录里说 我们的所有东西都可以被剥夺 比如说我们的财产 是可以被剥夺的 是不是 可以有很多东西 把你的财产剥夺掉 第一个 比如说通户膨胀 通户膨胀会把你的财产剥夺掉一半 房地产上涨 也把你的财产剥夺掉 还有什么呢 生病也是剥夺你的财产了 一个人生病了之后 把他的财产剥夺掉 那么我们的身体也是可能被人剥夺的 哪个地方 你的手 我们的手 那出事故了 我们的手可能被拿走了 对不对 可能受伤了 你的脸也可能被剥夺 为什么 你自己脸上动刀子 整笼 你变成另外一张脸了 那么也可以被剥夺 所以我们的身体也是可以被剥夺的 那么什么东西不可以被剥夺的 这个是很关键的 你要守着那个不被剥夺的东西 你就是幸福的 它会成为你的出发底 你要是这个东西成为生活的出发底 所以我们是为了幸福而生活 是吧 为幸福而生活 我们就要为那个绝对的出发底而生活 史多亚学派 就是艾比克戴德 他的地标人物之一 艾比克戴德说 唯一能够被我们自己控制的 也就是唯一能够受我们自身所支配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呢 是意愿 这个财产被剥夺掉 罗马的元老月也可以拿去我的生命 但是唯有一个东西不能拿去 就是我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自由的思想 所以我是什么呢 对这个艾比克戴德来讲 对史多亚学派来讲 我就是我对自己的印象 我就是对我自己的知觉 而我知觉里面最核心的内容就是我活动的自由 我意愿中活动的自由 由此我会克服的一切的难处去从事一个行动 因为在这里面我自己完全地承担了责任 所以依照抑郁而生活是幸福的 那我举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我孩子 我老师说我的课堂上的另外一个哲学家就是我的儿子 因为我从他身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他很喜欢打篮球 好有一天这个暑假 下雨 下着毛毛雨 西市前面一层漂泊大雨 这次下毛毛雨 他说他要去打篮球去 恰恰这个风雨超长 就重新地弄过 那怎么办呢 只有到室外去打球 下着雨 我们两个就套着什么 套着这个雨坯去打篮球 对他那家是幸福的 为什么 虽来下雨 虽来这个球场很湿 但是有篮球跟他在一起 因为这个是什么 这是他的意愿 他在宇宙投了一百个球 投进框里 投进一百个球 好有成就感 命中率是百分之八十 这是他第一次命中率达到百分之八十 以往只有百分之六十 然后我在边上什么 给他捡球 我吃着脚给他捡球 很怕自己滑倒 你要注意 从一月出发 我要承担折折 我滑倒我就活该 我就要去不能冤天游冷 不能约儿子 约儿子的话 我就不跟他打球了 不能出来给他打球 所以意愿是什么东西 完全是合乎主体属性的那个东西 所以史多亚学派认为 一个体系主体属性的概念 不是理性 是意愿 正是因为如此 这个责任就出来了 这个责任在谁呢 责任不是这他者 不是在任何其他人身上 责任是在那个行动的发出者上 也就是说是这个行事意愿的人 行事意愿的人 所以这一个 史多亚学派里面 有很多关于类似的讨论 那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讨论里面 就是说我们要使得这个道德 不是变成一个对于行为的一个论定 而道德首先是对于一个内在自我的论定 所以说到底德性问题 对史多亚学派来讲 是一个修身的问题 德性它是一个修身的原则 所以一个德性的形成 不是一个具体行为规范的过程 如果只是一个具体行为规范的过程 它只是一个外部的活动 所以德性不是一种外部的活动 德性是一种内部的活动 是内部在意愿里面的自我意识 所以你现在就可以看到 德性跟什么东西有关 道德跟什么东西有关 是建立自我意识相关的 正是因为如此 我们才可以是的一个人 生活的就是完全的自我 这个而不是依赖于环境 所以在这里古典学术 这个倒是跟布拉托亚利斯多德是相同的 古典学术 它不是要建立一种处境性的道德 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今天的道德 非常的具有相对主义的色彩 什么叫相对主义的色彩呢 就是说你到一个地方 它的道德可能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这个行为 要根据它的处境来调整 比如说吃饭的时候 长者要做这种主位 那这个是要表示的孝顺和尊重 但是可能在国外它没有这个东西 就是说大家圆着 围着而坐 或者就是什么呢 大家不分等级的坐在哪 所以它不认为这个位置 意味着一个道德的原则这里面 这个就叫处境性的道德 所以你要根据相应的环境 去做相应的活动 但是你要注意的是 古典的道德观念 它不是建立这种处境性的道德 那建立什么道德呢 是一个绝对道德 绝对道德 就是说这种道德是超越处境的 所以这个超越处境的道德 是在绝对主体里面写的 比如说公正 在中国侵犯别人是不公正 那你在美国侵犯别人也是不公正 你在S金无人那里侵犯别人也是不公正 就是这种普遍原则 这一个古典的德性论里面 关键的点上就在什么呢 那个绝对主体的建立 就是说自我意识的建立 我在任何情况下 我都处不同的处境而不变 就是普遍适用的道德原则 这一个后面涉及到的一个主体是谁呢 主体就是那一个 是我的那种不可剥夺的自由 所以道德的基础是什么呢 自由 自由 就可以选择成为他自身 可以选择什么 如果不能选择成为他自身 是不能谈论道德的 不能谈论 而道德其实就像其他的东西一样 是选择成为自身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路径 一个路径 所以史多亚学派把意愿这一个主题扩展出来 就不屑于理性的描述 而什么呢 扩展到知觉领域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意愿这一个主题可以包含理性 但也可以包含更多的东西 那么我们在以后的这一个哲学的发展中 比如说养到四面里面 我们就会看到同情是很重要的一种德性 那么这种德性呢 使得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意愿相互得到联系 因为同情是什么呢 对于他人的想象 而他人的想象的前提是 你有一个意愿 有一个意愿 那么所以慢慢的情感就成为 同样会成为意愿的一个要素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意愿就其作为自我意识来讲 它包含了理性感性情感 甚至可能包含情绪 这些东西在这里面 它是一个整体性的东西 它是一个完全自我的东西 它是一个什么呢 一个人在任何的处境下都不会失去的一种自由 因为在这个意愿里面有着人最初的一个力量 就是他可以选择自我 这是在任何处境里面 在他被剥夺生命的情况下 他能够可以选择自我 这就是鲁家讲的 三君可读碎也 不可读治也 这个是个次质 这个自我的道德责任 所以在自由意愿里面很强调一个什么呢 自我的道德责任 这个是所有道德的源起 你如果对自我都没有道德的话 你怎么可能对他能有道德呢 你怎么可能对他能有道德 这个基督教也会讲 不会爱自己的人 你怎么可能爱人呢 所以爱自己没有什么错的 关键是你不能够爱自己 你却不爱别人 这个挺有错 所以爱自己 使你学会一个道德责任 这个是什么 对自己有强烈的意愿 然后你把这个道德扩展在其他人身上 也就成为他人的道德 对于他人的关系 人的道德的学习 从自身爱自己开始 学会爱自己 学会正确的爱自己 学会正确的爱自己里面 这意愿里面就包含了理性 在这一个意愿 这个核心问题上 涉及了道德心理学的 那种原始的波动 就是自我意识 而道德的所有指向 其他人的活动 都从那个自我意识开始 也就是正确的去理解爱